最后一点我还是想强调就是 我们要理性地看待这一顿房地产的调整 我记得在去年三季豆子发布会的时候 就这个问题我也谈到我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要看到 这个房地产经过二十几年的高速扩张以后 它现在按照产业成长周期来看 它近于这种调整是正常的 房地产的这种阶段性调整 有利于房地产后续构建新模式 实现高质量发展 因为传统的一些产能 可以这种市场去清 所以开发商能够建更好的房子 提供更好的服务 这对我们的消费者福利也是有利的 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说中国的房地产这种市场是有支撑的 因为我们的城增化没有完成 刚才我讲到我们现在这个 按长距人口统计的城增化率是66.2% 但是按户籍人口统计的城增化率 我们还不到50% 我们还有1.8 1.9亿的农民工 在城里面 还没有完全市民化 而且这些农民工中间 进城的农民工中间 不到三分之一 勾房的比例不到三分之一 所以未来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的巨房成量中间 90平米以下的房子 中小平米的房子 还是占绝大多数 所以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随着城增化的这种深入的推进 所以中国房地产的市场的改善性需求 包括钢需都还是比较大 所以不要一谈房地产 大家就觉得是没有底 我是觉得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仍然具有支持房地产 持续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支撑的条件 所以我们要理性的看待房地产 这一段的调整